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前几期视频当中呢 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 藤本月季在花墙和拱门上的应用 那么这一期视频呢 我会进一步的去介绍一下 藤本月季在花柱上的应用 我会在这期视频当中呢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家里目前使用的三款不同的花柱 并且介绍一下该如何在花柱上 对藤本月季进行牵引 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就继续看下去吧 大家目前看到的这一颗藤本月季 是今年第一年的小苗 DA的Gertrude Jerko 它是一款浓香的 可以食用的藤本月季 这个盆子它的直径大概是50公分 高呢也有40公分的样子吧 是一个比较大的盆子 我直接在它上面放了这样的一个花架 那么这个花架它的直径大约是40公分左右 它的高度呢大概是1米65左右 这一颗藤本月季是第一年的小苗 大家是不是难以相信 在我们多伦多地区 第一年的藤本月季就可以长得这么的旺盛 它现在已经几乎是爬满了整个花柱了 那么秋天的话呢 可能不指望它有一波爆发 它目前有几个小的花枯朵 但春天的花量呢那是相当值得期待的 它现在呢还在长两根强笋 左右各一根 就是这一根 也有我指头粗了 然后已经长得高过了这个花柱 旁边这边也是有一根 有指头般的粗细了 那么这两根强笋呢 就像两个左右护法一样 一边一个 长得是相当的对称 非常好 这样会很利于接下来的一个牵引工作 对于藤本月季 我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强调一遍 我们希望的是在它小苗的时候 能够尽量的去做营养生长 能够越多的强损出来 并且长得越长越好 所以我们在整个夏季的管理的时候 千万不能让它进入休眠状态 一定要水肥充足 那么如何进行施肥的动作呢 我的频率是每周一次 给它进行水龙肥的浇灌 具体的操作方法 以及施用的浓度呢 大家可以去参考 我上一节视频当中的内容 我会把链接放在右上方 在保证了施肥营养充足的情况下呢 那么藤本月季的小苗 它冒强损是一定的 而且它会长得非常的快 非常的茁壮 好了 我们接下来讲一下 我们该如何去牵引这个藤本月季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里面有些枝条 已经对它进行了一个打痕的一个牵引 像这一根枝条 它其实也是今年的强损 但是它已经长成熟了 我是如何判断它成熟的呢 首先它的顶牙 就是这个顶牙呢 它长势非常的慢 之前呢 大家可以每天都能感觉到 它长了一两厘米 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它的高度好像不怎么长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我发现它在某几节的 腋下的牙点位置呢 长出了侧牙 这些侧牙长得比它的顶端的新牙 还要快很多 就是这一根 这一根和这一根三根侧牙 它们三根侧牙的长势呢 就是每天都能够有一两公分的一个长势 然后我就知道了 它这根组织其实已经快要成熟了 它已经不会再长长了 所以这个时候为了帮助它这几个新发的侧枝 长得更加的迅速 营养更加集中 所以我就把它做了一个横向的牵引 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的这几个侧枝啊 其实都已经长得很长了 然而它现在还是相当有活力的 还在继续的生长中 那么这些还有活力的新牙呢 我们就不要给它牵引了 让它自由的向上生长 保持它的顶原优势 牵引的方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其实就是把它尽量的打横 围绕的这个花柱进行一个牵引 然后在一些关键的地方 给它稍微这样子 用这个绑带固定一下 其实就可以了 下面呢 这里也有几根比较细的枝条 那么这个粗细呢 其实也就只有筷子般的粗细 它是也是春天的一些比较细弱的一些苗吧 也是今年的新苗 但是呢 它比较弱 所以它长得不是很高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停滞生长的状态 其实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做一个这样的牵引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去 去除这些小牙的一些顶端优质 也就是等于是给它做了一个压肢嘛 但是呢 又不至于让它趴在地面 会容易造成病害的一个滋生 然后下面的这一些更加细弱的一些 早期的枝条呢 其实我们也很难给它做一个造型 因为它太短了嘛 所以我们就让它自然的这样子微微的倾斜 其实就OK了 它们其实已经没有很强的顶端优势了 营养呢 基本上都输送到这些新的强壮的损牙上面 所以大家呢 就正常的养护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一个藤本小苗呢 在第一年的这样的一个初期的管理 其实非常的简单 对不对 无非就是给它充足的水肥 然后在某些这条成书以后呢 我们及时的给它做一个这种S型盘绕的 向上的一个牵引 其实就OK了 有一个小小的点在这里呢 想顺便提醒一下大家 我们买的花柱呢 其实它都有很多这些打横的圈圈 那么大家在观察到强损长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尽量的让强损从靠下方的位置长出来 比如说这根强损 它最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直直的往上长 长在这个圈圈的里面了 那我就把它稍微的这样往外给它给搬出来 让它往 让它长到这个圈圈的外面 以后呢才会较好的给它做一个这个螺旋上升的盘绕造型 如果它一直长在里面 冲天长冲天长 然后长到上面 依然长在圈圈里面的话 那么你想你怎么给它做造型 你到时候就没有空间给它做盘绕了 而且那个时候它变得很硬的时候 你是很难再把它从这个圈圈的内部给它搬出来的 所以大家在这个强损刚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尽量的给它稍微搬一下 给它改变一下这个长的一个方向 让它尽量的长出来 那比如说像这样的一根枝条 看它就是长在这个圈圈内部的 然后我已经来不及给它拿出来了 所以它盘绕的时候只能从这个花柱的中间的这个层次开始进行盘绕 那么下面的下半部分的层次呢 就很难有枝条来进行盘绕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点 大家在养护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就OK了 我的这个门前的这个小阳台呢 我其实是左右各安置了一个这种大大的花盆 这样就可以形成一个对称的效果 那么这个花盆里呢 我打算是种一棵草莓山 它现在在递栽 我之后会把它移植过来 这就是这两个花柱在我这个露台两侧的一个应用吧 那么大家也可以参考这种设计的方式 这两个花柱呢 我都是在亚马逊购买的 我会把链接放在信息栏的下方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再去看一下我另外的两款花柱 我们现在来到我的这个露台 对面的这一侧的花坛 这一侧花坛呢 它是朝西的 这里我放了两个更加高大的一点的花柱 它们的高度呢 是差不多两米 这两个花柱呢 是在WayFear的网站上买的 很显然这两个花柱看上去更加的精致 因为它的这个圈圈上面呢 会有一些 一些雕刻的花纹 就会显得更加的精致一点 而且整体的这个材质呢 也比较结实 它这个杆子呢 比刚刚的那个要稍微粗一点 这一个的材质呢 看上去就更加的好一些 那么价格呢 会比亚马逊的那个也稍微再高一点点 我也会把它的购买链接放在信息栏底下的 大家可以自己去对比 左边的这个花柱呢 种的是原屋主留下的一颗蔷薇 它就是非常非常典型的蔷薇 那提到蔷薇呢 我这里要跟大家再顺便提一句 其实没有任何一种月季或者蔷薇 我们能够确定它就是一年开花的 我之前也以为我这颗蔷薇只有一季花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它根本就不是一季花 看它这一团花醋 非常典型的蔷薇的小花 很小很可爱 花量很大 一个头上呢 那就是几十朵花 而且它不只是这一根杆子哦 它其实很多的新杆上面都有花苞 看这个是已经开泄了的 看这里还有含苞待放的 这些都是它们在夏天的时候 新长出来的侧枝 顶端成熟了以后呢 自然就是一串花 所以说到这个蔷薇只有一季花 或者是某些月季只有一季花 这种说法呢 其实我是觉得不够科学的 因为每个人的养护条件不同 环境不同 照顾的方式不同 你就非常难断定 哪个品种它真的是只有一季 有的人还说龙沙宝石是一季花呢 但它绝对不是一季花 所以大家并不需要太迷信这个 只要你了解当地的环境与气候 并且认真学习了月季的养护方法 那么你在养护的时候 能够尽力的做到就是让你的月季吃好喝好 那么它们是非常有可能给你多次复花的 就好像我面前的这颗蔷薇一样 好了回到我们的这两个花柱 那么这个花柱的旁边呢 我是打算把我的那颗安吉拉移栽过来 因为它们两个都属于小花型的 颜色也很相近 这样的话在一起会比较协调 如果大家想像我一样就是摆多个花柱 那么它们之间的距离呢 大概也就是一米以上吧 花柱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藤本月季的一个造型方式 因为它很节省空间 它不像花墙 其实它也是一个平面展开的 花柱是真正利用到了立体空间 所以呢我们在种植的时候呢 我们不需要把它隔得非常的远 像我这颗一米左右的一个间距 其实就够了 因为我们的月季呢 最后是绕着这个花柱进行一个螺旋式的上升嘛 它其实并不会就是说 占用到太多的一个横向的一个空间 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我的这个间距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第三款花柱 这一款花柱呢 之前在介绍亚伯拉罕达比这一颗月季的时候呢 其实就跟大家看过了 这个花柱呢 是属于非常小非常迷你的 它的最初的本意呢 应该并不是用来给藤本月季使用的 它可能是给一些小巧型的一些爬藤植物 比如说一些较为矮小的铁线莲啊 之类的这种来使用的 但是由于我这个地方不太适合放非常高大的花柱 这样它会把我后面的花墙的这个布景 给挡得非常的厉害 使用小巧一点的花柱呢 就注定了我这颗亚伯拉罕达比呢 就不能够让它长得太大了 那我们就要适当的去做一些枝条上的一些取舍 尽量保留一些更加强壮有活力的枝条 亚伯拉罕达比据说是可疼可灌的品种 而且我买的这一颗呢 它标签上写的也是灌木月季 但实际上它的长势根本就不能用灌木月季来形容 它长得非常的长 就算你打顶了它的侧枝也依然长得非常的长 所以它没有办法当灌木来进行养护 那么我就在这里给它搭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这个花柱 来稍微缓解一下它这个枝条过长的一个问题 带大家看一下我的一个牵引的办法吧 其实都是一样的 就是把这些枝条这样螺旋的向上围绕 那么它们在围绕的时候呢 可能会发生一些自己跟自己有一点点交叉的一个情况 但这个现象呢是非常正常的 在我们做花柱造型的时候完全没有关系 那么就像这样两根枝条就这样平行的螺旋的这样子往上进行盘绕 来看一下这一边 也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螺旋的进行盘绕 在这样的一个横向盘绕之后呢 它的侧牙的发芽率呢 是会比当灌木来养要发的更多的 因为我们去打破了它组织上的顶端优势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像这种在侧面的 看这里全部都冒出了新芽 它的发芽率绝对比不牵引要来的多很多 那么它的花自然也就会多很多 这一根枝条呢是今年新长的一根非常粗壮的强损 那么我对它进行了一个盘绕以后呢 它还是太长了 所以我不得不把它打横的在旁边 这样打横的牵引了一下 然后这里安插了两根柱子 来对它进行一个支撑 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它自然形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小的一个拱门的感觉 那么如果它还会长得更长的话呢 这些枝条我会让它顺势的去固定在 这个右侧的这个花架的边缘部分 自从我跟它做了这个打横的牵引以后呢 这个横向的这个枝条上面的 所有朝上的这个芽点呢 全部都发芽了 而且呢这些芽都长得非常的健壮 像这些芽呢我估计长个一米多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这个锥形的小花柱呢 是在Sherry的Nursery买的 那我也会把那个店铺的地址 放在我的信息栏 这个花柱我总的来说 是更加推荐大家用在 比较矮小型的铁线帘身上 对于藤本月季呢 这样的花柱其实是稍微小了一点 另外呢 这个花柱呢 它还可以用到一些个头比较高的灌木型的月季身上 对于那些个头比较高的灌木月季 其实我们也可以给它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小的牵引 其实所有的月季 它的这个发芽的这个规律 其实都是一样的 灌木月季 只要你给它做一个这个横向牵引 也会很大程度上去促进它下部的一些芽点的萌发 那么就会带来更多的花朵 所以呢我们也可以将这些比较高的灌木型的月季呢把它当做一个小型藤本来进行养护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个比较小型一点的花柱 接下来呢我会开始准备一些帮助月季保护过冬的一些材料 那么也会录制成视频提前的告知大家 住在北方的花友们 如果你的地区冬天会有很长的双冻期 那么就请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才不会错过我关于月季过冬保护类的视频了 好了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请给我点赞 也欢迎大家转发和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